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文婷震惊不已 自己明明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男友为何还要与陌生女人闪婚呢 文婷拿出方骏的结婚证照片 原来在领取结婚证的当天 方骏发了一条朋友圈庆祝 并特意屏蔽了文婷 直到朋友告诉文婷 她才知晓一切 她感觉自己像是听了个天大的笑话 根本不敢相信 那个陌生的女人究竟是谁 为何她会突然成为方骏的新娘 对方是怎么样的人你知道吗 有没有听说过 我听我朋友说 她是个留学生回来的 在一家公司当总经理助理 说家里很有钱 就在回娘家以前 两个人还一起同居 文婷丝毫没有看出任何一样 文婷说两人都是彼此的初恋 从小一起长大 她也不知道方骏为何要背叛自己 她现在只想找到方骏问个明白 但如今的方骏已经拉黑了文婷的电话 我们只好来到方骏上班的地方 方骏此刻会在这里吗 我去看她的刀没有 你去看她里面的大刀 刀是红我晓得吧 我脚封在三十多分晓得吧 怎么可能我在医院 要不要给票给你看 她什么一来 我问她的刀是没有 原来前几天 两人就因为此事而见过面 但是因为文婷太过激动 还拿刀划伤了方骏 导致方骏的腿被缝了三十多针 为何相恋八年的情侣 到现在会拔刀相向呢 在家里面啊 她说两千块钱 可以解决 我转了微信转了两千块钱 好过三天她说她解决不了 我说让你把钱还给我 你们之前已经有沟通过这个事情了 你也给了她钱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给了她钱 方骏告诉我们 她在结婚之前就已经与文婷分手了 所以不存在背叛 而且两人早已商量把孩子打掉 为此方骏还给了文婷打孩子的钱 可是文婷却突然后悔 这才导致肚子越来越大 这难道是真的吗 我上班 搞到两三点钟回去 门一锁 还喊门 我到两次都开过 好 所以从上一脚 快到上下了 那时候上班 我被她打个熊猫 一样子上班 有鞋子打的 刚恋爱时两个人也曾亲密无间 但自从同居以后 两个人的缺点就展现无遗 导致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开始争吵 感情慢慢地出现裂缝 让方骏失去了新鲜感 就在这时 方骏突然说出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文婷 曾与方骏因为异地恋分手 分手后 他就有过一段婚姻 还生下一个孩子 因此男方父母 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 而父母的反对 让两人的爱情愈加走向尽头 直到方骏的现任妻子李飞飞的出现 就在两个月前 方骏无意间认识了李飞飞 而李飞飞似乎也知道文婷的存在 认识没多久 两人便结了婚 当问及她与文婷的关系时 她却用室友来回答 这让文婷气不打一出来 难道仅仅是因为李飞飞家里的富有 才和她结婚了吗 这个社会上面有钱还是有尊严的 没钱没尊严 因为我的社会上面留了这么久 我没钱的时候 你问她 她能从家里面拿一分钱出来吗 等一下 我没钱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拿钱 或者是找我哥哥他们接 两人在大街上争吵不断 可是不管怎么样 方骏作为男人都不应该在文婷 还有身孕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 最终两人的这次交谈失败 方骏消失在了人群中 而文婷忍不住哭了起来 伤心不已的文婷一直想不明白 为何男友要背叛自己 难道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有钱的人家吗 既然方骏对于结婚的理由不肯告知 文婷决定找到她的现任妻子李飞飞 问个明白 开门的是李飞飞的父亲 她表示女儿目前在外出差 而她并不知道女儿结婚一事 听到文婷的事情后 她顿时火冒三丈 冲向厨房拿了两把菜刀出来 老人拿着菜刀情绪激动 她不敢相信自己家能碰到这样的事情 她本来对这个女婿就没有任何好感 现在倒好她也想找到方骏把女儿结婚的事情解决一下 由于李飞飞不在家 第二天文婷带着记者又来到了方骏上班的地方 再次见到了她 直到现在文婷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抛弃 可以看出她现在依然放不下这段感情 说到这里 她的声音突然又开始哽咽起来 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傻的傻的这一点不过 那个时候的我没有选择富贵人生 而你呢 现在就去选择了潘宫不凤 选择如何融化富贵 选择了一步登天 选择了如何 如何去少奔走几十年 我没你在这思想 我没你这么的心情不过 即使方骏与文婷走不下去 那她也应该在领取结婚证之前 处理好与文婷的关系 而不是瞒着她悄悄闪婚 这种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争吵间文婷说出一件让众人目瞪口呆的事情 两人相恋八年 而就在这八年间居然打胎六次 他们是如何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的 他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如今两人面临分手 那这第七个孩子又该何去何从 随后文婷提出 让方骏补偿自己十万元 弥补自己这么多年的青春 还有身体受到的伤害 然后自己去医院做人流 来结束这段感情 可方骏立马就拒绝了 方骏坦白 自己认识到了错误 他也不会逃避自己做父亲的责任 但他根本没有能力赔偿这么多钱 那么事情该如何解决呢 但他保证如果文婷生下孩子 自己可以和他一起抚养孩子 长大成人 在赔偿费上 两人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这对昔日的初恋 在思思细语中一前一后的离开 没有再讲一句话 岁月太长 他们终究是走散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曾经的天言蜜语 你浓我浓都会变成了琐碎争吵 冷眼相待 但真正的爱情是不会败给柴米油盐的 即使日常生活平淡无奇 但有他在身边 总会保持爱情的新鲜和甜蜜 希望屏幕前的你 能找到一个疼你爱你的人 无论何时都能带你如初见 也能把普通的日子过成是 最后你觉得方骏该如何补偿文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